纽约市刚过去的7月似乎比较不平静 根据警局数据 相较去年7月凶杀案和强奸案件上升10% 抢劫案件则上升7% 不过呢 与去年1月份至7月份的同期相比 今年的总体犯罪率下降了4% 各种类别的犯罪率也都呈下降的趋势 唯独只有枪杀案件上升了5% 近期纽约市两场枪击案受关注 7月底在布鲁克林布朗斯维尔发生的枪击案 造成11人受伤 1人死亡 纽约警局已经下重金1万美金 悬伤两名还在逃亡的枪手 另外 周一在布鲁克林皇冠高地发生的枪击案 造成4人中枪 严重受伤 纽约警局透露 这两起枪击案都与帮派冲突有关 帮派相关的枪击案占了全市枪击案的三分之一 过去这周除了布鲁克林枪击案 在德州埃尔帕索和俄亥俄州戴顿 也接连发生大规模枪击案 引起不少民众担忧 纽约市警局现已加强巡逻 并调查各种可能与枪击率上升相关的因素 新唐人记者王愈赫 唐成 纽约报道